好继续带来看到受到全球瞩目的九合一大选落幕了 那么傅里乡原本有两人在竞争 那么政治素人张荣荣在完成登记之后呢 因为个人因素来宣布退选 后续也没有进行竞选的活动 就算上月已经签出户籍了 最后还是以400多票大赢现任的乡长陈荣聪 对此消失多日的张荣荣在28号的晚间 在个人的社群网站上发声说明 宣布不会就职傅里乡长 九合一大选落幕 花联千傅里乡原有两人竞争 政治素人张荣荣在完成登记后 因为个人因素宣布退选 后续也没有进行竞选活动 就算上个月已经签出户籍 最后还是以400多票大赢现任乡长陈荣聪当选 当选后的他依然没有出现在傅里乡 本身是傅里人 阿美族歌手莫言就改编小黄旗阿嬷的话 承载着乡亲期待唱出 荣荣你今晚在岛位 荣荣你今晚在岛位 我们的人真敢拍拼 你敢不赞 住在府里的一些乡民 对在地 已经达不到 看不到未来 所以有新的期待 所以 选举的结果是这样 那我也期待 张荣荣能够回来 然后来面对 现在复里的状态 其实前任乡长做的也不错 这次改选的话 就是也是可以再 给他一个机会试试看 张荣荣终于在脸书上发生了 他在10月3号时就宣布退选 不会就职复里乡长 后援会的竞选活动 都是当地民众的自发性支持行动 并非他受益 他最初登记参选是 想要为自己的故乡服务 但在过程中 因为家人无法达成共识 即为反弹而宣布退出 他也将户籍迁出 以证明自身的决心 张荣荣的这个决定 我们非常非常的尊重 而且是特别对他的退让 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 因为他有他这个 因为他的这个退让的这个动作 化解了复里乡 因为这次选举 所带来的冲突跟矛盾 所以我觉得这点是 对我们复里乡 是真正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地方 我要特别在这边表达 我对他的感谢之意 张源源后援会发言人 江守维 他尊重张荣荣的选择 后援会的志工 也不会推选出任何人来参选 何况后援会所有时 多位志工在张荣荣 知道张荣荣不就职时 就全部解散了 希望改选是给复里乡民 更好的选择 而落选的现任乡长 沈荣聪也向乡民道歉 他说有做不好的地方 他会好好的改进 目前让他好好的沉淀 在考虑要不要出来再选 这次的落选 可能是我本人做得不够好 有一些地方没有去改善 所以有一些 没有相近的认同 在自己如果说 没有做到的地方 也在自己说一声对不起 让乡民他们有一些的感受 那至于说要不要参选 我想让我沉淀一阵子 因为刚选完了 让我沉淀 让我去再思考一下 而华联县选举委员会也回应 张荣荣当选 依法要宣誓就职才能取得职位 若他在10月25号新任地方 公职人员就职上任 当天没出现 选委会择日请他宣誓就职 如果人不到场 就失去当选资格 依法将在三个月内进行补选 记者高双双福利乡采访报道